一个男人被控多次在网上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46岁的被告被控多次透过社交平台 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 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憎恨 要求制裁政府人员及煽动使用暴力等等 警方国安处昨天上午在红磡区拘捕过被告 亦都在他住所检获用作发布煽动意图讯息的电子通信工具